解答网络热门宠物视频 喜乐地 关系提示 本期主角号称犬中女王 在国内却备受冷落 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她 究其原因还是苏木和编木的恩怨牵连到了她 问题一 喜乐地与苏木的关系 喜乐地的发源地在摄德兰群岛 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动物都比正常的要小一号 当地人民就想有个小号牧羊犬来帮他们牧羊 于是就用当时的牧羊界一哥苏格兰牧羊犬和斯比斯犬 交配繁育出了如今的喜乐地 大家可能不了解斯比斯犬 我大概解释一下 斯比斯德语就是尖的意思 斯比斯犬泛指薄美之类尖追犬 喜乐地完美继承了苏木的放牧能力 同时也复合了苏木的样貌 一般人看他们的样子 不能说毫不想干 只能说一模一样 说苏木是喜乐地他爸 我觉得合情合理 区分他们最直观的方法就是看大小 另外就是苏木更像一个绅士 而小小的喜乐地更像一个美女 问题二 喜乐地有什么特点 喜乐地是个被低估的犬种 饲养他的人非常少 这多多少少也是被他爸苏木和编木的恩怨牵连的 想了解编苏恩怨的可以去看我苏木的视频 实际喜乐地在犬阶智商排名第六 非常容易训练 而且作为小型牧羊犬 喜乐地的敏捷度也非常高 我认为在牧羊犬里仅次于编木 但是喜乐地的缺点也很明显 作为初代牧羊犬的后代 爱教的天性深入喜乐地的基因 加上他们性格敏感 容易出现嫉妒和叛逆的心理 喜乐地虽然性格敏感 但是感性的他又很容易满足 当他情绪不好的时候 禅食关键需要爱抚加安慰 使他感受到爱 就能很快抚平他的心灵创伤 喜乐地爱教的缺点利用好了 同时又可以看家 这并不代表他很凶 而是因为他胆小比较激紧 所以遇到可疑的声音 就会通过吠叫来提醒你 如果你不需要看家 同时又担心扰民问题 就可以从小通过社会化训练 来改善喜乐地吠叫的问题 这里就需要说个知识点 越是小型犬就越需要社会化训练 太多饲养小型犬的人 都有一个错误观念 就是大型犬会咬自己家小狗 要知道正常宠物犬 越大安全感越高 它们不但不会咬小狗 反而对它们的柔忍度更高 小型犬多接触 不同的人和大型犬 才能使它们性格更温和 这也是禅食关必备常识之一 总结 喜乐地气质优雅 性格温和 体位轻 掉毛少 看着毛很长 打理却很方便 没有什么基因遗传病 与孩子也可以融洽相处 算是家养小型犬中 比较有竞争力的 但它却不是什么人都能养的 如果你很懒 可以直接放弃 喜乐地身体虽小 却需要比较大的运动量 养了它 你就基本告别在 王者峡谷散步了 公园跑步才是你的归宿 下期视频抽先抽到了鹰豆 至于蓝丸牧羊犬 我再问一下 大家同意插队的话 我就准备做视频了 我是霹雳心爹 有问题评论区 at我 Respite